這個看板現在已經成為 耶誕城的熱門打卡景點 我就考慮就是發行那個明信片 我現在講的都會播 我剛剛是開玩笑的 你覺得他有覺得像誰嗎 有一點像白星友年輕的樣子 像我的樣啦 那個領帶就像嘛 還有那個嘴那邊 我覺得鼻子嘴比較像我對不對 不完全像 但是頭髮可以多一點 你有信心會通過他監工嗎 要逼他等一下來監工 因為趙大哥很愛護我們 我相信他在大家面前 不會忍心說重話 對對對 我看板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來前面讓個位子 讓大家看一下看板好不好 董長我們 來 這個看板是 對 到前面去拍 就是 當初本來我以為那個藍白會合 是 我也以為 我也以為 然後 然後我就很 這個租金比較貴 大概到選前要六位數 所以呢 我就要搶快 我就把柯文哲 一起放上去 然後放上去之後 後來 因為 就沒喝嘛 沒喝之後 當然我知道後來是趙大哥 我們也非常高興 所以我一找我就去 要你們的照片 那照片 好像形象造勢 是前兩天嘛 我想說 也有人建議我說 趕快 趕快處理 所以我說那我們用比較有溫度的方式 找了一個那種畫家 他那個畫家是以前專門畫那個電影 電影海報的 他其實畫得非常驚豔 然後昨天也有記者問他說 覺得畫像不像 他說因為高空作業 高空作業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風也比較大 然後 所以他說他就是盡量 盡量畫 那昨天我看到很多人是說 欸 有的說蠻像您的 有的說像什麼馬西平 然後有說像柯美蘭 然後有說像謝龍介 很多啦 那我是 因為他是高空畫是不容易的 一般看法可能平面畫完再掛起來這樣 有可能 他這個高空畫是不容易 而且要把原來塗掉再畫 而且時間那麼趕 大家那麼矚目 那個畫師的壓力應該很大 我覺得 反正名字在那裡 你知道是我 但是因為這個看板 因為有你的畫像關係 這個看板 現在已經成為我們板橋地標了 然後他在Google Map上面 已經有網友把他定個名字 叫做業員直看板 昨天我有說 原來看草圖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白先勇 那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白先勇是誰 不知道台北人作家 那是白先勇不得了 對不對 所以好像網上熱搜白先勇 變成熱搜的 在排名前幾名 大家很多年輕人要去看 白先勇到底是何許人 所以你這個廣告效果是不錯 那我覺得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直到的就好了 我們昨天那個宣傳照也拍出來了 那你像監工你給過嗎 蛤 他們告訴我今天已經不是監工 今天就要驗收了這樣 驗收 那如果可以改一個地方你要改哪裡 如果可以修一個地方你想要改哪裡 那邊最不像 頭髮可以多一點 頭髮多一點 有一點像白先勇年輕的樣子 也有 對我也有一點像我的樣子 那個領帶就像嘛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嘴那邊 我覺得鼻子嘴比較像我 對不對 那邊 好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天天大哥 別這樣 大哥大哥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